千万不要一时冲动注下了大错 在彰化这一命男子疑似跟人有债务纠纷 他竟然拿着镰刀冲进了乡公所去挥刀 还不断的叫骂要乡长出面 当时在场的人都吓坏了 赶快通知远警到场 但是男子却变称 他带着镰刀是要去割草 找乡长是要拜托他主持公道 不过他的行为已经引起了民众恐慌 还是被依照恐吓公众罪起诉 判三个月有期徒刑 一名造型特殊的男子 闯进彰化浦岩香公所 他头上盖了一条白毛巾 戴墨镜 口罩没挂好 拉到下巴 在柜台前激动的冰手画脚 更让公所人员惊吓的是 他右手还抓了一把镰刀 他是乡长徐文萍 回想当时男子拿镰刀闯进公所 柜台小姐都吓到不行 他也非常害怕 因为当时男子带刀到公所 要找的人就是他 乡长说 挥刀的是一名黄姓男子 但两人根本不认识 黄姓男子竟然因为和朋友 有一万元的债务纠纷 就带着镰刀创进公所 要乡长注释公道 事实必是哦 对 但是他先去补原国中了 所以我们当下想说 会先报警是想说 不然每个公务地区这样 人家会害怕 幸好原警赶到现场将失控的 黄姓男子带回警局 并以恐吓公众最嫌起诉 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 判处他三月徒刑 并且没收镰刀 华世新闻 舒曼杨宗影 谢中意 专华报导